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子 我在外滩给你买五套别墅 我姐 弟弟 我介绍当红小花 给你当女朋友 我当然不信 直到这些东西摆在我的面前 我才知道他们全都重生了 我和沈妍然大学四年都是情侣 只不过全校都知道我是她的死田狗 从高中我就追求她 每天给她带早餐 双份 其中一份是给她男神带的 我甚至知道她男神不喜欢吃韭菜 豆腐乳要双份 豆浆最好70度 刚刚烫口最好 她和别的男人谈恋爱 我还在一旁帮忙盯梢 生怕他们被教导主任抓 到了大学 人生地不熟的沈妍然终于决定给我个机会 沈妍然一句 人家都有男朋友 送了新款苹果手机 我就跑了六个月的外卖 只为了第一时间从黄牛手里抢到首发的心机 然而 舔了四年的结果 就是我们之间的感情脆弱地比不上一个Dior的背包 王旭搂着沈妍然笑咪咪地告诉我 臭屌丝 你不配有女朋友 你不是四年都不舍得碰她吗 昨晚我俩就在希尔顿 她的活有多好 你难以想象 我捂着胸口 看向沈妍然 妍然 你不是说 你最看重真结 只有和我结婚的时候才可以 沈妍然冷哼一声 这不是在正常不过的说辞吗 你想要 我就给 我不要面子的吗 要不是看你还能帮我做些事情 我早就甩了你了 我的脸面被他们按在地上摩擦 尤其是 现在的场合是毕业典礼 所有的同学都看着我 我成了全校最大的笑柄 连不少屈炎附施的老师都在嘟囊 看到没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 说着 他们就看向自己的学生 你们要是以后当了舔狗 别说是我教出来的学生 我丢不起这个人 就在我愣神的时候 沈妍然将我送给他的全部东西都丢了出来 王旭从那堆东西了 拿出了一封信 看看 这就是我们的大情圣张东东同学给沈妍然写的情书 我来给你们念念 我伸手去抢 却被王旭的几个跟班狠狠地踹倒在地上 王旭踩着我的头 洋洋得意地念着我的情书 亲爱的沈妍然同学 我是中文系一般的张东东 我仰慕你很久了 哈哈哈哈 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用这么老土地开场白 来 听听这句 太肉麻了 亲爱的妍然 我害怕想你 因为每次想到你 我都会忘记了呼吸 亲爱的妍然 我又很想你 就像心底里有一只小野兽 砰砰乱撞 全场人都爆发出哄堂大笑 我的眼里含着泪水 用余光恶狠狠地看向王旭和沈妍然 我咬牙切齿地说出了这辈子最刻骨铭心的一句话 你们就笑吧 笑吧 要不是真的爱 谁愿意去给别人当舔狗 一瞬间 空气都静止了 可下一秒 所有人都爆发出了更猛烈的笑声 哈哈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舔狗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王旭则轻描淡写地告诉我 张东东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也不是这么的吃法 快滚 踩着你 都脏了老子的皮血 你连跟老子斗的资格都没有 我的眼睛里全是悔恨与不甘 可王旭说得对 我连斗的资格都没有 我一个普通市井小民 又能把一个富二代如何呢 我垂头丧气地转身 想要出去 王旭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 垃圾 我以为你会放几句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之类的狠话呢 原来你不光是个癞蛤蟆 还是一只很耸的癞蛤蟆 我修奋交加 最后百赶焦急地站在了天台之上 我们赶过去的太晚了 你已经跳楼了 然后你妈每天晚上一泪洗脸 又过了没多久 我和你妈离婚了 你妈就一个人坐在你幼儿园的那个院子里 一遍又一遍地说 我儿子要放学了 她手里永远拿着一个小风车 就是你最喜欢的那种金灿灿的 我因为太思念你 某天开车的时候出了车祸 老爸说到这里 示意我姐继续说下去 我姐喝了一口水 老爸去世以后 老妈忽然就清醒了 没过几天 她把给你折的小风车全都烧了 从桥上跳下去了 老妈的遗书说 和老爸离婚 是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说到这里的时候 老妈的脸色微红 老爸嘿嘿一笑 拉起了老妈的手 老姐继续说 爸妈走了以后 就剩下我自己了 沈妍然忽然抱着你的照片跑来撒泼 说是怀了你的孩子 所以遗产应该有他的 我和他争辩的时候 一个男人把我从楼梯上推了下去 我成了半身不随 那个男人家里有权有势 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张亲子鉴定 分走了爸妈一半的家产 我也在羞愤之中自尽了 等我在睁眼的时候 我就重生了 还有爸妈都重生了 我呆愣愣地看着眼前的爸妈和老姐 然后大笑出声 爸妈 老姐 我知道你们舍不得我 没关系 现在我已经不想自杀了 你们不用这么骗我 爸 你说过我是个善良的人 但是你没说过我是傻逼吧 我没那么好骗的 我姐用关爱智障的眼神看着我 然后问出了一个刻骨铭心的问题 你觉得咱家应该有钱吗 我看着老姐 摇了摇头 谁不知道我家是典型的工人家庭 父母双职工 就靠每人三千五百块的死工资生活 我小时候都捡我姐的衣服穿 直到我穿我姐的裙子去幼儿园 被人群巢 放开罢休 虽然我给沈嫣然当了五年的舔狗 但是每一份给她的礼物 都是我勤工俭学赚的 但凡我家里还算有钱 哪怕只是小康 我都有勇气和王旭斗一下 然而下一秒 我姐直接丢了一个 劳斯莱斯魅影的车钥匙在桌子上 老弟 有些事情你也应该知道了 这车 拿去开我拿着车钥匙不断地用力 也没有打出来火焰 看来不是打火机 我爸也开口 刚刚在天台上答应给你十个亿 老爸说到做到 我的支付宝出现了声音 支付宝到账十亿元我 老爸你别开玩笑了 十个亿 那么大的金额 怎么可能说转账就转账 我爸 几天之前 我就发起了转账诉求 本来就是给你的毕业礼物 我 说的我都信了 我妈拿出了一叠房本 这总不会也有假的吧 我拿起房本 上面写的地址 说我是最有名的两个别墅区 我吓得差点把房本摔在地上 我看着他们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爸妈 我姐 你觉得呢 我姐说 毕业典礼你一败涂地 毕业舞会 你要重新闪亮登场 你可是我张妹妹的老弟 当我穿着穿上了老姐 给我准备好的十几万一套的顶级西装 我连走路都不会了 每一次一动 我都害怕弄坏了这套衣服 身体僵硬的就像是丧尸 我姐看着我的样子 一脑门的黑线 真该早点告诉你 现在怎么看你怎么别扭 终于 一下午的练习 我开始勉强适应这套衣服 甚至连带跟的皮鞋 也能游刃有余地驾驭 不过我还是挠着头 姐 毕业典礼是要有舞伴的 我姐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我知道 都给你安排好了 你不用操心了 其实我始终期待着毕业舞会的到来 原本我是打算在毕业舞会 向沈燕然求婚 我还准备了一个钻戒 虽然不大 但是用我的血汗钱买的 之前的几个月 我都偷偷地练习舞步 就打算在舞会上一鸣惊人 也让我和沈燕然的爱情长跑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然而 如今这些已经破灭 看到我一脸便秘的表情 我姐立刻知道我在想什么 她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 张东东 收起你那个不值钱的样 还有你那个破戒指 赶紧丢了 反正沈燕然那个臭婊子 别想当我弟妹 我善笑着赶紧劝走了我姐 毕业舞会办得非常隆重 据说是由最顶尖的影视公司 巨星计划赞助的 连进门的时候 都是按照奥斯卡的风格来制作的 进来的人 需要走一条长长的红毯 然后在签名墙上签字 原本看起来非常一般的女生 经过了精心打扮 以及灯光加持 看起来也都很美 在王旭的安排下 沈燕然和王旭几乎成了C位 他们打算压轴登上红毯 到时候 沈燕然凭借这组照片 都能再往上小火一次 然而 我一出现在现场 就被许多人围观了 呦 张东东竟然还敢来 真不嫌丢人 他来这里走红毯 不是自取其辱吗 昨天刚被人甩了的死田狗 也有一些人眼光还算不错 不过你们有没有感觉 今天张东东变帅了 应该是精心打扮了 那套衣服看起来就价值不菲啊 他不会是想在这里逆风翻盘吧 我懒得理会这些论调 在知道爸妈和老姐 已经成为掷手遮天的大人物后 我的底气足了很多 然而 我刚走到红毯的边缘 就被王旭和他的小弟拦住了 王旭瞥了我一眼 丧门狗还敢来 我也挺直雷腰板 你这条老狗都来了 我凭什么不能来 旁边一群人都举起了拳头 却被王旭拦下了 别在这里动手 众目睽睽像什么样子 王旭打量了我一圈 然后赤笑道 舞会可是要两个人一起的 你这是打算一个人走红毯吗 也就我家燕然心地善良 愿意给你个当舔狗的机会 别人 连当舔狗的机会 都不会给你吧 说着 王旭伸手搂住了旁边 沈嫣然的腰肢 沈嫣然的大红色露背礼服 也在这一刻 显得风情万种 然而 下一秒 一个声音响起 谁说张公子没有舞伴 我就是 一台顶级的保姆车 在灯光之下闪亮登场 出生的女人就坐在车里 所有人都只见到一双 又细又直的腿 踩着黑色高跟鞋 缓缓踏在地面上 漆黑的礼裙 让来人看起来 就像是一只高贵的黑天鹅 等女人的脸 从车子的阴影中 完全展现了一刻 全场人都震惊了 这个女人 竟然是当前 最炙手可热的小花 赵诗宇 周围的人群都沸腾了 我靠 赵诗宇 女神 女神来了 诗宇女神 能给我签得名吗 我爱死你了 随着赵诗宇的到来 整个红毯环节的气氛 被烘托到了顶峰 原本属于王旭和沈嫣然的C位 也彻底被赵诗宇 一个人抢夺了风采 赵诗宇大踏步从一侧走过来 然后在红毯前 自然而然地揽住了我的胳膊 你们好 我就是张公子的舞伴 一瞬间 全场爆炸 真的假的 张东东昨天不还是个臭屌丝吗 这什么情况 屌丝逆袭 这不比电视剧还劲爆 王旭的脸色也黑了下来 回头小声地给自己的小弟吩咐道 你们几个查查 这什么情况 我根本懒得李王旭和沈嫣然 直接大踏步上红毯 赵诗宇完美地跟在我身边 始终比我慢半个身位 将所有的聚光灯都给了我 我小声问旁边的赵诗宇 那个您就是我姐说的我的舞伴 赵诗宇点头 是啊 五年前我还没出名的时候 妹妹姐就告诉我 捧我出道的原因 是为了她弟弟 现在看来 张公子果然是一表人才 我尬笑 那个叫我张东东就行 我和赵诗宇走过去 所有的记者和热度都跟着被带走 王旭和沈嫣然孤零零地站在红毯的外面 他们走不走红毯 已经没有人在意了 沈嫣然气得直跺脚 王旭只能用尽全力去哄她 我和赵诗宇坐在舞会的长椅上聊着天 此时我才知道 巨星计划就是我的姐的公司 走红毯和舞会都是我姐安排好的 甚至提前一个月 赵诗宇的体重都被严格控制 就为了能看起来和我最搭配 我只能感叹一声 有钱真好 完成了任务的赵诗宇 也立刻去赶其他的通告 不过临走前 赵诗宇对着我露出了暧昧的笑容 如果你晚上睡不着 也可以打给我 我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哦 他的笑容 摇拨得我春心荡漾 我正沉浸在这春风得意之中 王旭这条赖皮狗再一次跟了上来 王旭冷哼一声 要不是我查了一下你家的底子 还真被你给骗了 我愣了一下 你呀有病吧 说什么玩意呢 王旭看着我 你姐是巨星计划的员工 估计是看在你姐的面子 赵诗宇才来帮你的吧 想要用这种方法来盖过我的风头 你还真是嫩了点 我翻了个白眼 老子懒得理你 王旭咄咄咄逼人 还懒得理我 你这么做不就是为了让沈嫣然 以为你是某个大公子吗 然后你等着沈嫣然倒追 玩弄以后再甩掉他 你真是个渣男 王旭的声音很大 全场的人都看向了我 我仗红了脸 我没有 王旭冷冷地盯着我 那你就是真富二代了 等下学校慈善募捐的时候 你可别让我看不起 我们学校的老传统 每年的毕业舞会结束 都会进行慈善捐款 一般来说 学生都是象征性地 捐个50块或者100块 但是富二代的圈子里 将这么神圣一件事 是做进入社会前的肌肉展示 每年的第一名 都会被认为是当届最有钱的富二代 这个称呼 也就让其可以直接进入上流社会 因为这就是最好的背书 王旭本来今年打算拿到这个称呼 然后自己成立公司创业 但是刚刚的毕业舞会被打脸 他索性将这场竞拍 变成了打压我的一种形式 我愣在了原地 心说 王旭呀王旭 你选择什么不好 非要比钱多 老子是新晋富二代 你要说点什么服装 红酒 我可能不知道 但是这种直接打脸的方式 老子最喜欢要知道 我的支付宝里 可还躺着整整十个亿的现金 就算王旭家再有钱 也不可能一时之间 抽出这么大的现金流 慈善捐款的晚会 就在舞会旁边 是学校最大的那一间礼堂 这个隆重的晚会 除了学生之外 还有学校的校长 和一些重要人物 王旭挽着沈嫣然 坐在了大礼堂前排的座位 而我因为在学校没有任何职务 只能坐在后面 我们分开的时候 王旭还冷冷地开口 哦 你刚刚装逼挺成功的 我都快忘了 你是个臭屌丝 只能坐在最后面了 我冷冷地看着王旭 等一下你就知道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了 沈嫣然忽然开口 张东东 你知道吗 人穷不可怕 最怕的就是 穷人还要装逼 之前答应和你在一起 真的让我觉得很恶心 我盯着沈嫣然苦笑 我一直以为 你应该是个善良的女孩 但是 既然你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 那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是亿万富翁 我叫王多瑜 王旭和沈嫣然用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看我 然后走到了下面的捐款场所 说是捐款 其实也是近拍的形式 主要是两副字 一副是校长亲笔写的 学以致用 另一副是学校书记写的 不羁魁步无以致千里 两副字都很有教育意义 在这样的场合出现 也算是合情合理 第一副字展出来的时候 王旭就得意洋洋地发声了 作为学校的学生会主席 慈善募捐 我自然应该出力 我出一百万 一瞬间 全场都炸了 要知道 以往学校的慈善竞拍 拍品往往几十万就封顶了 如今被叫到了一百万 足可见王旭家的财力雄厚 现场的灯光 也照到了王旭和沈嫣然 沈嫣然得意洋洋地环视周边 仿佛那一百万是她出的 连校长也欣慰地点了点头 表示认可了王旭的行为 毕竟钱是真的用来做慈善 我看了看前面的聚光灯 给王旭和沈嫣然的画面 已经够多了 我懒洋洋地开口 一个亿 原本沸腾的慈善捐赠现场 一瞬间鸦雀无声 这位同学 这是慈善募捐晚会的现场 如果是无关的发言 还请等晚会结束后的 连校长也觉得 我的发言是无稽之谈 只不过 他已经很给我留面子了 其他领导也跟着附和 对对对 和拍卖无关的内容 就别说了 这个场合还是需要严肃的 刚刚的笑话并不好笑 至于学生之中 声音哟就比较恶劣了 我靠 这个家伙是疯了吧 还一个亿 装逼也没有这么装的 他肯定是知道 学校不会要这么多钱的 才出来装 这不是张东东吗 他要干什么 昨天被刺激地疯了 而作为当事人的王旭 则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张东东同学 我很理解 你要和我静拍的心情 但是一个亿 我王家也不可能 捐赠地出来 凭你 还是不要开玩笑了 王旭说完这句话 全场的人都用 讥笑的目光看着我 甚至一些人都开始觉得 王旭才是明日之子 说话有涵养 而且不说大话 这时候 我的手机屏幕亮了 上面是我们的全家福 我姐那句 你可是我张妹妹的弟弟 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全家都重生了 虽然目前我的身份是团宠 但是逼格不能输 我从后面站起来 聚光灯打在我的身上 我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舞台中央 我和主持人四目相对 一股滔天的气势陡然出现 主持人立刻将话筒 交到我的手里 退到了一边 我拿着话筒 目光傲然地 看着在场的所有人 两副字 我都要了 每一副 一个亿 全场哗然 王旭甚至不顾脸面地 对我破口大骂 张东东 你在这里装什么逼 领导席上的人 全都脸色铁青 我理都没理他们 而是继续冷冰冰地开口 如果没有继续竞价 那么 这两副字 应该是我的了 我潇洒地拨通了 支付宝的高级客户经理热线 帮我给金大拨款两个亿 备注 拍卖资金 王旭冲上舞台 声音带着讥讽 你以为你是谁 你说 拨款两个亿 就拨款两个亿 张东东 你脑袋里面是 TM干水疤 我里都没李王旭 只是冷静地 站在舞台之中 下面的嘈杂声 始终在持续 如果不是身为校长 有一定的涵养 估计校长都要骂人了 然而 很快 校长的手机就响起来了 他的面色从不耐烦 慢慢地变成了震惊 最后倒不知所措 校长打开了面前的麦克风 轻轻咳嗽了一下 全场立刻鸦雀无声 校长看着舞台上的我 眼神中全是激动 张东东同学 你的两个亿 学校收到了 但是关于这件事 我觉得 你应该慎重考虑 你有权 在一周内选择撤回 只要捐款数额 达到刚刚王旭同学的数额即可 全场再一次震惊 连王旭也神色复杂 拼财力 那可是两个亿 把他王旭卖了 都不够两个亿的 然而 我还没说话 一个清冷的女生出现 不用了 我弟弟的话 一言九鼎 这笔款项 可以用来专门培养一些学生 到时候 我可以派人来对接 说完的人 是我老姐张梅梅 她穿着精致的礼服 身后跟着赵诗语 王旭面色难看 你是谁 我姐哼了一声 张梅梅 哦 这个名字你应该没听过 那巨星计划的掌门人 瑟琳娜听过吗 啪 王旭的一个巴掌 抽到了那个打听消息的 小弟脸上 他的消息的确没错 我解着是巨星计划的员工 不过老板应该也算是 员工的一种 接连几天时间 我的消息成了 精大毕业生圈子里的 头条新闻 所有人都知道 毕业典礼上的张东东 被富二代王旭 灭成了一条狗 而隔天的毕业舞会和毕业募捐晚会上 张东东华丽变身 圈子里的人说 当屌丝应该就是家族给我的考验 现在屌丝的任务完成了 就要一路逆袭 大家都在猜测 我接下来会不会直接去巨星计划 毕竟 毕业舞会上 我和当红小花赵诗宇的CP热度也很火热 如果借着赵诗宇出道 也不是什么难事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我可是巨星计划老板的亲弟弟 然而 狗仔们等了一周 也没有任何的消息 一些人认为 张东东如今这么低调 应该是在酝酿什么大招 难不成 是要直接官宣和赵诗宇的恋情 早就代求了 关于这种论调 前半部分各说纷纭 但是后半部分 直接被赵诗宇的脑残粉冲烂 骂到狗仔根本不敢开口 连账号都注销了 还有一些人认为张东东的家族很可能贯彻韬光养晦的套路 让他继续深造了 非必要情况 很可能再也看不到张东东的身影了 这种论调支持的人非常多 大家也都觉得富二代还是很危险的 韬光养晦很重要 网络上对于我的去向炒得热火朝天 而实际上 我则被软禁在家 对于我在学校的舔狗行为 全家摊牌以后 一致认为 我实在是丢了他们的脸 老爸好歹是金融大亨 目前持有比特币最多的人 而且公司位于华尔街 遥控办公 老妈是顶尖的时尚集团总裁 LVMH的最大股东 老姐的那点小买卖 对他们来说不值一提 他们这些天都在指着鼻子骂我 你你你 你小子 在学校的时候 还省吃俭用 给女孩子买零食 你知不知道 你就那么好吃懒做那么一点点 你和我说一声 我不就给你了 还有你去跑外卖这事 但凡你仔细翻翻家里 找出点美金 不就和喝水一样 我善善地顶了句嘴 哪有那么容易 我怎么就没看到过美金 老姐直接一个飞梯 将我从椅子上踢了下去 翻倒的椅子下面 插着的全都是百元面值的美金 爸妈则默默地站了起来 两沙发垫子掀开 此时我才明白 我一直坐着的沙发是空的 里面是满满当当的美金 怪不得我一直嫌弃这个老沙发 没有别人家的沙发软和 那一叠叠美金 软和才怪 然而 这些其实不是重点 作为老张家唯一的独苗 我有着重要的传宗接代的任务 虽然这话听起来 我就像是一匹种马 但是道理是没错的 关于张家未来儿媳妇的人选 爸妈也已经选好了 我看到照片以后 疯狂地摇头 倒不是因为这个女孩不好看 而是因为这个女孩 是我童年的噩梦 然而我爸 我妈 我姐一致表示 这就是他们认定的儿媳妇 想换人 门都没有 最重要的是 不需要我追 董家家 倒追 我直接就是一句 NMB 去机场接董家家之前 董叔叔就已经告诉我真相了 董家的买卖做得很大 也多亏了我家 我爸重生以后 第一个告诉的人 就是董叔叔 他们联手 做成了不少大买卖 董家家也是重生的知情人之一 这么多年都没有告诉我 然后我才明白 合着这两家人 在这儿逗傻子玩呢 董家家下飞机的时候 直接一个飞扑上我的背 我一边背着董家家 一边背他严刑拷打 董家家问我 你奶奶的 这么多年不联系老娘 是不是外面有别的狗了 我立刻上校 没有没有 开玩笑 和沈嫣然的事情 我怎么可能告诉董家家 然而董家家竟然知道这件事 他敲了敲我的脑袋 不对 你不是有别的狗了 你是给别人当甜狗去了 我 要是别人我早就翻脸了 奈何这个姑奶奶 是真的惹不起 其实当初在一起的时候 董家家就说过 张东东 这辈子 我就决定嫁给你了 我给你生个孩子 来维护我们的哥们友谊 当时我下了一个星期 没敢去学校 生怕见到这位祖宗 我们走了几步 董家家忽然指着前面 那个送你的 我抬起头的刹那 看到了前面出现了一个 一人高的战斗暴龙兽 只是一瞬间 我的眼睛里就湿润了 那是我最喜欢的玩具 我和董家家差不多五年没见了 没想到他还记得我的喜好 甚至在这一刻 我忽然觉得 取董家家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的事情 然而下一秒我就后悔了 回家的路上 董家家开着那台GT2 在快速路上疯狂飙车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家的 我只知道 到家的时候 我已经吐得不省人事 晚上 两家人一起吃饭 董家家在我爸妈面前 表现得温婉可人 最后 两家一定 明天开始 我们正式约会 培养三个月的感情 就订婚 再选个黄道吉日 直接领证 我看着他们行云流水的操作 心说 不愧是重生之后的人 这办事风格 果断干脆 但是你们真的不考虑一下 你们亲爱的儿子得感受吗 现在的做法 和种码配种交易 有什么区别吗 隔天早上 我的房门就被董家家直接爆破 门锁被董家家一脚踢飞 然后他把光屁股的我 从被窝里掏出来 我无奈地穿着衣服 他在一边黑黑怪笑 我 你PM是个女的 你矜持点董家家 在BB揍你了 我 姐 你说啥是啥 出了门 董家家才告诉我 其实之所以非要让我出来 是因为 今天他要去见一个必须见的家伙 那家伙始终在追求董家家 但因为他家和董叔叔有生意往来 也不好直接搏人家面子 正所谓冤家路窄 我以为这个神秘的追求者是谁 没想到是王旭的表哥王明川 他和我并不认识 但是让我惊讶的是 这个家伙身边竟然带着了沈嫣然 王明川大方帝和董家家打招呼 家家 好久不见 这是我的秘书沈嫣然 董家家笑咪咪地搂住我的胳膊 王明川 我特别不想见你 但是我爸不好搏你面子 这是我老公 张东东 董家家这句话出口 王明川和沈嫣然的眼角 明显抽搐了一下 张东东的大名 如雷贯耳 王明川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眼神中全是敌意 我虽然一直看起来很呆 甚至当了几年的舔狗 但是不代表我不会看男人 王明川的眼睛里 看不到对董家家的感情 更像是狩猎 仿佛他对董家家的追求 就是为了能让两家联姻 从而保证自家公司的发展 看到我没有理他 王明川神色不悦地看向董家家 你这个老公 看来教养不太好 这句话挑拨离间的意味很浓 这个老公 就代表他暗指董家家 还有其他的老公 董家家直接冷哼一句 那也比你秘书好 你是不是有事秘书干 没事干秘书 他不是你表弟的女朋友吗 怎么 哥俩玩一个 你们还怪不挑食的 王明川本来打算阴阳一下 没想到董家家直接不按套路出牌 不论你出的是三十四万五千六百七十八那一张 董家家就一句话 王炸 而且王家求着董家合作 就算有气 也根本不可能发出来 反倒是这句话 刺激了沈燕燃 沈燕燃直接怒骂 你算什么东西 竟然敢骂我 王明川反手就给了沈燕燃一巴掌 你算什么东西 敢和董小姐这么说话 沈燕燃红着眼眶 委屈到了极点 却根本不敢说话 不过王明川吃扁 反而将气撒到了我身上 张东东 听说沈燕燃以前也是你的女朋友 她在你身边的时候 也这么没规矩吗 在王明川的眼睛里 巨星计划不算什么 没有王家的产业打 所以 很可能她是认为 我和董家家在一起 也是为了董家的产业 只是王明川想错了 董家家不理她 我更懒得理 老子有教养 不打女人 接下来的一顿饭 一吃一个不支声 好不容易吃完了饭 王明川才算是找到了 另一个能装逼的场合 希尔顿酒店的地下车库里 停车王明川的一台限量跑车 王家听说董家家非常喜欢跑车 所以赤巨资给王明川 买了一台神车阿波罗阿易 王明川笑咪咪地打开那对招牌的欧义门 家家 听说你很喜欢跑车 要不来坐我这一台 说完 他挑衅式地看向我 眼神的意思很明显 你张东东有这种车吗 其实王明川是把脾气用错地方了 因为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我向来骑共享单车 而董家家的GT-R虽然也是一台好车 但是在这种神车面前 绝对是相形见处 至于买一台这种车 倒不是买不起 而是每一台车都需要专门定制 生产周期起码半年起步 等拿到手的时候 黄花菜都凉了 这时候就凸显出了一个靠谱老爸的重要性 出门之前老爸叮嘱我 既然是去装逼打脸 就要注意每一个细节 于是我拉着董家家 直接去了旁边的空草坪 王明川皱着没看我 我的语气风轻云淡 不好意思 像我这种身价的人 出门只做一种交通工具 我拿出了对讲机来接我 几秒后 一架空客私人直升机 缓缓落在我面前的草坪上 我看着王明川 这种交通工具 叫飞机把董家家送回家以后 我回到了自己的别墅 自从全家摊牌以后 他们开始光明正大的 忙碌自己的工作 我们的小房子也彻底换成了大别墅 每人一栋 刚给浴缸放上谁打算泡个澡 门铃就响了起来 沈嫣然楚楚可怜地出现在门外 她身上轻一块子一块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很不好 看到我的一瞬间 沈嫣然直接走了进来 坐在地面上不断流着眼泪 我皱了皱眉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还没说完话 沈嫣然就扑到了我的怀里 紧紧地抱住我 张东东 我错了 我不该贤贫爱妇 到现在我才知道 这么多年 只有你对我最好 其他人和我在一起 就是为了睡我 只有你是一心一意地喜欢我 你还能原谅我吗 我不要求你现在就原谅我 哪怕给我个机会也好 我推开沈嫣然 语气冷漠 你知不知道这样很恶心 好马还不吃回头草 分手了就是分手了 我张东东还没有下见 倒会和你重归于好 沈嫣然的表情无比委屈 她的大眼睛不断地眨着 泪水巴哒哒哒地流下来 可是 我不是你的白月光吗 你喜欢了我这么多年 沈嫣然咬着嘴唇 尽可能展现自己的委屈 还有那为数不多的清纯 看到我无动于衷 她又进一步展开公式 张东东 我知道 是我对不起你 这么多年 你不都喜欢我吗 现在 就算你不原谅我 我也愿意把我自己给你 你要了我 好不好 我背对着沈嫣然 点燃了一支香烟 把衣服穿上吧 我不会占你便宜 我们也没有任何关系 沈嫣然直接从后面抱住我 这一刻 我承认 我已经陷入了被动 完全无法应付沈嫣然的公式 甚至我都不敢伸手推开她 生怕碰到一些特殊的地方 就在我陷入僵局的时候 我的房门被人直接破开 破门而入的董佳佳 看着屋子里的一切 嘴角带笑 又喝 张东东 玩得挺花呀 老娘是不是破坏你的好事了 尤其是看到了 沈嫣然那高耸的两团 董佳佳下意识地 抓了一把自己的胸口 就在我以为 董佳佳会打死我的时候 她画风突变 直接扑到了沈嫣然的身上 董佳佳骑在沈嫣然的腰上 腰膝 花姑娘 张东东 你真不够意思 不知道老娘通吃吗 这下 轮到了沈嫣然慌了 沈嫣然被五花大绑 董佳佳从她的耳朵上 拿下了一对耳钉 耳钉里面是真空摄像机 就是为了拍摄 我的不雅视频 到时候 王明川就可以将视频 送给董佳佳 让董佳佳对我彻底的死心 王明川不仅提升了 在董佳佳面前的形象 而2 且挤掉了我这个竞争对手 可谓一石二鸟 至于被牺牲掉的沈嫣然 完全无所谓 反正她和王旭 都已经玩腻了 我扭头看向董佳佳 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董佳佳哼了一声 那俩家伙狼狈为奸 她在小区出现 我就知道绝对有问题 我愣了 她在小区出现 你怎么知道的 董佳佳用看白痴的眼神看我 因为你隔壁的别墅就是我家呀 她从我家门口路过 我怎么可能看不到 我没想到啊 没想到 我是真不知道 自己的家人和董叔 他们能做到这个地步 为了让董佳佳和我接触 连房子都是挨着的 我狐疑地看着她 你老实说 咱俩的别墅中间 是不是还有暗门 你能悄悄进我家 董佳佳直接给我一个大逼豆 老娘想睡你 还用得着偷袭呀 你能打得过我 我直接举双手投降 而沈嫣然 则直接被董佳佳送到了警察局 律师也会起诉沈嫣然 私闯民宅 以及扰乱公共治安 被送走之前 沈嫣然看着我的眼神 像挤了一条毒蛇 她恶狠狠地开口 张东东 你这个负心的男人 别让我找到机会 否则我会让你十倍百倍地奉还 我目光灼灼地看着沈嫣然 其实我喜欢你这么多年 如果你好好的 只要你开口 我还是会帮你的 可惜 是你自己想要做死 我已经人质意尽了 沈嫣然破口大骂 呸 张东东 收起你这副假人假意的样子 真让我恶心 我没再理会沈嫣然 我和他 想来以后的人生 也不会有任何的交集了 我有一些淡淡的忧伤 大概是觉得自己 这么多年的青春 不值得 接下来的几天 我都在自己的别墅里 老姐给我打来电话 表示接下来就会将巨星计划的股权全部交给我 等到我完全控股以后 后续会成为巨星计划的新董事长 至于老姐 会开始掌控爸妈的公司 让爸妈能退休 毕竟是那么庞大的公司 恐怕光是爸妈的退休工作 就需要酝酿五年到十年 很快 接下来几天的巨星计划股票 开始快速下跌 巨星计划的股权变化极为明显 张美美的51%快速的稀释 很快就到了10% 而这些股权 都被一个叫滴滴的神秘买家买走 也就是说 滴滴已经成为了巨星计划的第一大股东 只要滴滴再获得10%的股权 就能成为巨星计划的董事长 网络上也开始出现了谣言 张美美出事了 巨星计划很可能要更换老板了 就在此时 我的手机也响了 我们寝室的老三说 王旭说 马上大家就要真的离校了 打算最后举办一次同学聚会 作为今年毕业季的风云人物 我成为王旭邀请的第一个人 他在同学群打字 按理说 最后一次同学聚会 应该是最风云的人物来张咯 不知道我带头聚会 咱们张公子会不会不满意 如果你不喜欢我出风头 那我就告诉大家 解散了 我看着王旭的嘴脸 哪能不知道王旭的想法 无非是巨星计划出现问题 王旭打算借此重新打压我 而这背后 也一定有王明川的身影 对此 我倒是无所谓 因为那个神秘的弟弟就是我 老姐也觉得 我也是时候选择一个机会 出现在大众面前 当然 老爸老妈的任务是 上任的第一件事 就是宣布和董佳佳的恋情 我直接就是大无语 然而 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只能默默地接受这样的安排 我直接在群里说话 正常举办就好 我会参加 到时候我还会告诉大家两个喜讯 群里没有继续说话 只有王旭发出的酒店地址 好死不死的 酒店就定在了西尔顿 王旭似乎是打算恶心我一次 因为全班的同学都知道 王旭说过 他和沈燕然开房的地方 就是在西尔顿 对于这种小心思 我的评价是 永远登不上大雅之堂 也注定王旭的成就止步不前 我出现在西尔顿酒店的时候 董佳佳也就跟在我的身边 所有的同学都不认识董佳佳 于是不少人开始议论 看到没 男人有钱就变坏 张东东喜欢沈燕然五年 这才有钱几天啊 就换了一个 看来王旭说的没错 张东东已经不是当初的张东东了 咱们还是和他保持距离吧 董佳佳嘴角带笑看着我 这次看明白了吧 你突然变了一种身份 就能看出身边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点点头 这么说 你们隐瞒我重生 把我当猴子耍 还挺正确的 董佳佳骂了一句 小气就不再说话 不过身份的转变 也让很多人开始向我靠近 原本不怎么说话的几个班花级别女孩 都主动过来打招呼 甚至其中一部分 眼神中表达的内容很明确 就差直接告诉我 张东东 只要你愿意 晚上我可以陪你的 我苦笑着摇头 这不是我喜欢的感觉 我更喜欢那种随便的态度 而不是如此个怀鬼胎 唯一让我觉得欣慰的是 寝室的几个家伙 他们照例和我勾肩搭背 用老三的话说就是 你就是成了世界首富 你也和老子躺过一个床 我们六个兄弟坐在一边 董佳佳很自然地成了我们寝室的老齐 就在整个包房热闹到了极点的时候 房门忽然打开 王旭缓缓地走了过来 许多王旭的附庸都跟着鼓掌 王旭坐在了主人的位置 按理说 这个位置应该是留给我们张公子的 但是我刚刚听说巨星计划已经一手 现在的老板是个叫弟弟的神秘人 所以重新回归普通人的张公子 你的感觉如何呀 行了 你不过是条狗 让你背后的人出来吧 我的一句话让王旭仗红了脸 他死死地盯着我 你说谁是狗 我的话刚说完 王明川已经从门外走了进来 王旭直接闭嘴 而王明川的目光却放在了董佳佳的身上 张冬冬 你家已经破产了 还是退出吧 董佳佳是我的 我想你就算死缠烂打 董佳也不会允许他嫁给一个穷小子 如果你不退出 那我只能让人打断你的腿 从这里丢出去 我望着王明川 我来的时候 我爸说 今天是我的出道日 看来我必须踩着你们王家立威了 王明川看着我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王家已经调查过 张梅梅在巨星计划的股权被大量转让 已经算是一个空壳 甚至手头的10%股份也还在转让之中 只是手续还需要进行交接 因此 王家根本不害怕张梅梅 他们觉得能收购巨星计划 那么从王家的视角来看 滴滴和张梅梅之间一定是敌非友 虽然这个滴滴未必会成为王家的盟友 但是起码不会成为王家的敌人 能有这样的认识 对于王家来说是正常的 这也不怪他们 我老爸老妈的段位太高 区区一个地级式首富 根本连打听他们的消息都做不到 尤其是这种沙土 建筑行业起家的首富 他们赚了时代的红利 但恐怕很快就会倒台 因为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他们的原始积累 面对庞大的资本根本不够看 我望着王明川 语气冰冷 王家已经落后这个时代了 卖沙子的终究是卖沙子的 准备接受时代浪潮的洗礼吧 王家马上就会一败涂地 王明川怒气冲冲地看着我 等着我的一系列操作 我将电话打给我的私人管家 在我的授意下 做空王家的行动立刻开始 还需要借壳上市的王家 在面对世界前列的知名企业 做空的情况下 毫无还手之力 王家的资金就像是 被送上了一个巨大的粉碎机 王家的股份必须要回购 但是在不断的抛售情况下 王家的资金根本无法维系 很快 王家的资金就彻底崩盘 银行等机构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几乎所有的银行都要求 王家能尽快地偿还贷款 同学聚会还没正式开始 王家就在张家的运作下 一败涂地 王家引以为傲的身价10亿 就像是烈火中的一张废报纸 请客之间就灰飞烟灭 王明川颓然地坐在了椅子上 王旭甚至已经疯癫 此时 董家家才和王明川开口 王明川 你知道你最可笑的一点是什么吗 你凭什么认为 张东东和我在一起 就是贪图我家的财富 我实话告诉你 我爸是靠着张东东的老爸帮忙 才能发家 在张家面前 董家也是一粒尘埃 还没想明白 滴滴是谁吗 那TM是张东东的名字缩写呀 王明川兄弟 灰溜溜地离开了同学聚会 老三咳嗽了两声 然后开口 我们大哥张东东 刚刚说有事要宣布 现在就宣布一下吧 我看着这些同窗 嘴角带笑 和大家宣布个事情 我已经是巨星计划的总裁了 以后大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可以来找我 另外 董家家是我的新女朋友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祝福 这场同学会也在我的高调宣布中 正式开始 只不过 喝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转身离开了 老三被我带在身边 他有些不满地问我 大哥 你这是干什么 大龙虾还没吃完呢 我踢了他一脚 就TM指导吃 那女人是老虎 老子还不得趁着现在有机会 赶紧跑路 老三 大哥你去哪 我嘴角带笑 是我们 我已经转移好私房钱了 我们找个海岛 去当岛主 老子才不苦哈哈地继承家业 家业不就是用来败光的吗 我登上飞机的时候 董家家气急败坏地在下面跺脚 而我已经听不到他的呼喊 全新的人生 全新的世界 我张东东来了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